这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种化遗产扩展项目 有洋土家面具洋戏三达柳州的唱段 讲的是狄青、洋文广、洋金花的故事 地处五云山区有洋土家的苗族自治县 童谷镇清泉村的一座老屋前天地为幕 稻田作品 七十一岁的陈永霞和七十八岁的冷定祥 站至一处 一声罗响双方明经收兵 退却戏服和面具 陈永霞和谈班的成员们 旋即换上另一套行头 趁着夕阳西垂天气转凉 他们要去完成周边最后七块稻田的插秧工作 戴上面具等他演一英雄故事 扛起锄头 夏天经营平淡人生 这样的日子 陈永霞已经过了近七十年 从学通到叛军 从三军到元帅 陈永霞用四十多年时间 不断积累着有土家面具洋戏 不同人物角色的演绎记忆和经验 结果师傅手中谈班重担的同时 陈永霞还从师傅的师傅手中 接过了土家面具洋戏表演中最重要的道具 面具的制作技艺 我们调面具要花好多时间 连道具院上看木 军数有三十个月才雕的成功 当地特产的白羊木 经过富途掩埋 挖出清洗 仔细晾晒 无视者再三 才能开始真正的雕刻工作 时间被刻进这一幅幅面具中 也让这些面具流淌进时间之河 春阳虾手中 穿上的面具里 有几张的历史 已经超过五六百年 他们去搞展览 我们的中山雕来堂 就是在广东的中山 下山师傅那个美术学院 就可以换那些面具 最后那些弩来花些香 就要出现出来了 结果谈班的三十多年里 陈永霞已经雕出了百余张面具 而与这些有形的传承相对的 都属于有洋图加面具洋戏的戏本 则是无形的传承 因为传统的洋戏剧本 大多只是简单表述 故事的梗概和表演步骤 对于表演时的站位 动作 以及人物的塑造 故事细节的展示等 都需要表演者自己琢磨 也因此 不同时代表演者的感悟和总结 都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 被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从他们整理成册 记住文字 变成了陈永霞 惯灵的另一项传承任务 绝本是老师傅们 过去的转抄下来 我绝本只有几月转抄 到老前辈来 共同地做了一个香 别看平日里 台班的训练者 都是春年的老人 但每逢年节 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来 细班子就会热闹起来 各种演出的邀约 也会随之增加 而在这几年的演出和训练中 陈永霞已经误色好了 能传承这门记忆的年轻人 那个背部那个是要 面部要全部保完 面部传下来了 他就说是两块链炸 三小时原谅 你想办法保完 现在我基本上把那个传承 已经就传承下去了 现在我传那个土地的老师傅 你知道他基本上是就熟练了 搞这个五号活动 带这个队也完全带得懂 完全满大兰文响 陈永霞终于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剧本的整理 记忆的教学上 偶来得闲 他也会穿上戏服到田间地头 唱上一段世外高人 那把这个细节奏 还让人家拍下来 听说是一个电话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